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请万姐 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朝阳农场的万反音 我家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宝宝 我就经常研究宝宝吃的腐蚀 所以说万姐平常也在家里 经常给自己家的宝宝做各种各样的腐蚀 对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 万姐会给我们带来一道怎样的腐蚀 首先把猪肉末和鸡蛋液一起腌制片刻 让猪肉吃起来口感更嫩滑 豆腐切成小块用水焯熟 锅中加少许油 把豆腐下锅翻炒 接着放入猪肉末一起翻炒 加少许盐 葱末调味 等猪肉炒熟后就可以起锅了 这道菜好像有点像我们普通 就是大人也可以吃的这种家常菜 这叫什么呀 这叫肉末豆腐 小孩很喜欢吃 用那个水泡一下 用热水泡一下 味道很好 补盖 反正小孩特别喜欢吃 我家小孩最喜欢吃 我家小孩可以吃这种肉末豆腐 有营养 是 没错 像这个豆腐啊 它又比较容易嚼 对于牙还没长齐的宝宝呢 也特别适合 而且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蛋白质 那接下来呢 也要给我们家球球补充一下营养啦 哇 看见没有 这道菜一端上来 我宝宝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把手伸过来了 我的筷子都还没来得及拿 好吃吗 好吃 香不香啊 嗯 这个是软糯的豆腐 特别的好 嗯 这豆腐吃起来呢 哦 我大宝也想吃是不是 好 口不好吃 好吃 香不香啊 香 啊 那其实我们宝宝呢 是不会骗人的 两个宝宝都说了特别好吃 特别香 那我再来说说这个营养 营养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像豆腐里面还有大量的 蛋白质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肉末呢 我觉得基础营养 对于宝宝的一天来说呢 已经够了 用鸡蛋液拌过后的猪肉 口感更嫩滑 营养也更丰富 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美味 万姐的手艺啊 确实 非常的棒啊 做出来的这个鲜香可口 虽然他没有放很多调味剂 只是小朋友的基础的 可能就放了一些少许的盐和油 但是做出来的味道 确实杠杠的 那我觉得大家在家里 也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达到万姐 这种手艺哦 小时候 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了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睡不好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小时候 你还记得吗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了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 吃不香 睡不好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都市频道联合 瑞儿口腔 父亲节免费拍片检查 特会种牙 瑞典种植牙 种医送医 半口种牙特价 院长亲诊 电话 0791-8688-8120 8688-8120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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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继续 今年是真正播出的 提高通告 电视期间 给你有好多朋友们 也喜欢捆述 捆述给你 都有一个习惯 比方说 捆述哪里不捆呢 就拿手啊 拿个鱼 一眼 再起来 再会双手 用我啊 捆述你 连手的难道和双 直接不叹力 但是广告是不对 对书不好啊 如果说 有一个书件 不就方便多了 好 现在我们的节目 就来自赶独秀 做书件 书分到一半的时候呢 总想着 如果有一个书签就好了 那今天晚情 将你用一张卡纸 就来做一个 好看的爱心书签 我的笑容 没有 腼腆的 稀候 夏天的风 正暖地吹过 穿过头发 穿过耳朵 你和我的夏天 风轻轻 说着 混入蓝蓝的海风 吹到高高的山风 温柔蓝蓝的海风 吹到高高的山风 温的风 山的风 吹成的山风 温柔蓝蓝的海风 吹到高高的山风 温的风 山的风 吹成的山风 为什么你不在 为什么你会不来 哎呀 好一个这个信心书签 回头就是感用 帮人亚术送给 人喜欢个节目 最近这种事干呢 修得与他自己 尸干也要与他自己 衣服越穿越紧 一直都严重 我不是应该都把我现在 前程尸体 前程尸体 哎呦 为什么 深度还原 结婚前后 小时候没得要求 我 我跟他讲 到底不连复习 就能使用 就是 就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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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今天到一个佛佛天 这个 应该就比 你安得是非了 你自己的 是了 我还跟人家 这种人去吧 我你这么一直干不住 这种人就肚子饱了 你好像小子 敢个名字哦 你看 这种人都是 几千万 送个医院 那一公子 两千万 饭都讲不保 看守看守得住啊 我在那里找我 那天八十 电门声都啥不得开 我那修哟啊 我修得了 我人都要解脱啊 你讲话 主席哪个家人都不开 我过来个天 你不知道 比啥不得解脱 我解脱你 只要想我开死嘛 我放钱都不解脱 明天我要不滴水 我放着来水 我碰我就中 晚上我不躲得这有事 我坐着非开电门 我开工丘 我压开 全部压键打开 明天哭这么有爱的 你搞着没有钱 你搞我那屋 有人求我 不要人求我 我开了 开工丘 开工丘 开了 开工丘 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了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睡不好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都市里面 都市频道联合 都市频道联合 锐儿口腔 父亲节免费拍片检查 特会种牙 瑞典种植牙 种医送医 半口种牙特价 院长亲诊 电话 0791-8688-8120 8688-8120 小时候 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了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睡不好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都市频道联合 锐儿口腔 父亲节免费拍片检查 特会种牙 瑞典种植牙 种医送医 半口种牙特价 院长亲诊 电话 0791-8688-8120 8688-8120 八百里洞庭 长康十一万八千亩 瑞泰菜籽家园 瑞泰只优先投一道 压榨菜籽油 长康瑞泰 初榨香菜籽油 家长菜 永绿泰 这后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如子亭公园的北门了 大家看见没有 这有一个照壁 上面呢 就是记载了 徐如子的高峰亮节 看照壁的旁边周围没有 有很多的蝙蝠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中国 这个历史装饰上面 非常有名的蝙蝠文 为什么蝙蝠文有名呢 大家想一想 取谐音 福跟福 是不是 同一个字 所以在古代啊 这个蝙蝠文的寓意呢 非常的吉祥 比如说 在古代 有只蝙蝠 如果飞进你们家去了 这就叫 进福 如果有只蝙蝠 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这叫什么 这就叫 福在 眼前 大家再看一下 在这个照壁的中间呢 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图案 双龙细珠 其实在中国 不论是单龙细珠 双龙细珠 九龙细珠 它寓意都是一样的 就是 安康 平安 健康 长寿 刚刚呢 也和大家介绍了 很多的景点了 但是呢 不知不觉 大家看一看 到了晚上了 晚上的 如子亭公园呢 别有一番风味 你看啊 这里现在的人啊 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这个灯一亮起来 感觉特别的好 别有一番风味 那么前方的 如子亭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子亭 是许如此干嘛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它 休闲 读书 钓鱼的地方 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这里头有知识点呢 跟大家介绍一个词 叫下榻 比如说某某下榻 某酒店啊 下榻某宾馆啊 这个下榻两个字 就跟徐如子有关系了 这个说的是啊 徐如子虽然不愿意做官 但他比较喜欢 这个豫章太守 陈帆的为人 陈帆呢 那是更加敬重徐如子啊 所以啊 特意为徐如子 打造了一个床榻 这张床榻呢 只有徐如子一个人可以做 徐如子如果走了 这张床榻就悬起来 哎 这个事情呢 在我们这个 藤王阁序当中都有记载 人节地灵 徐如下 陈帆之踏 所以啊 下榻这个词 就是这么来 其实啊 这里也可以说是 一块风水宝地 那么白天呢 就可以清楚的 我们可以看到徐如子墓了 也曾经呢 被很多人就称之为 这里是江南第一名墓 他的这个墓碑呢 就立在西湖畔 呃 一面写的是东汉徐如子墓 还有一面 就是刻的 他的平生事迹 现在呢 我们来到的就是 如子庭石井当中的 徐郎关于了 呃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上面 中间呢 绣的是一个荷花 然后旁边呢 是云纹 再到边上呢 就是回纹了 这荷花呢 跟云纹 大家可能都知道 回纹可能大家不了解了 啊 回纹是什么呢 回纹就是在 最早的时候 在我们的淘气 跟青铜气上 它是由这个雷纹 演变而来的 其实这个寓意 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这个吉祥如意 连绵不断的意思 大家再看看这个 湖面 哇塞 被灯光一照 犹如镜子一般 呃 我们现在呢 是从如子亭的西门 出来的啊 说句实在话 从白天逛到了晚上 白天呢 有白天的感觉 晚上有晚上的感受 可以说我们如子亭公园 还有这个八大山人 还有这个滕王阁 作为我们南昌的传统文化 绝对值得您来玩一趟 哎呀 作为南昌人 甚是骄傲啊 下来是美味咖啰仔 马上炖爽爽 今天个的菜呢 是热天的一个汉顶菜 嘿嘿 也许从多恰富 我们心中的催崖 当然 还有我们个 蓝布斯的意义 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这道菜呢 是我个人来说 最喜欢的一道菜 就是 油门大虾 油门大虾 真的是很风靡 在这近两年 呃 真的是很多人都 特别特别爱吃 可是真正做油门大虾 并不是每一位厨师 都会教大家的 是的 尤其是我们 南昌的厨师 呃 其实就是 油门大虾的 一直是那个 呃 湖北武汉那边的 特别好吃 就是为了这个油门大虾的 我特意跑到那边去学习 学习 对 但是我把它 结合了我们南昌人的一种口味 那就做出了 我们南昌人喜欢吃的油门大虾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好好学这道菜 先来看看 原材料需要哪些呢 油门大虾 需要的原材料有 小龙虾两斤 花椒 草果 香果 白纸 白蔻 姜蒜 小米椒 爱吃虾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哈 吃小龙虾最好吃的 就是现在这个青虾 因为壳特别软 然后肉也特别的嫩 对对对 但是这个处理它 其实有方法 对不对 其实做这个虾呢 呃 一定要选用 六钱以上的 六七八的这样 做油门虾是最好吃的 才叫大虾 对 当然了如果用那个 一两以上泡的就更好吃了 那呢 其实做这个油门大虾呢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要怎样去处理这个虾 我们就是一般是把他的两个钳子 先用手抓住 抓住以后他就不会受伤 对 我记得我刚学这个油门大虾 被他夹着 鲜血直流 对对对 那第一点呢 就是要把他的脚给剪掉 这个小脚我们是不吃的 把这个脚剪掉 剪掉以后呢 我们就 就就那个 用手抓到他 然后抓到这里 然后就 把他的这个 把这个沙狼给剪掉 对 这是他的胃 对 然后剪掉的时候 尽量不要伤到这里 因为他这里有虾黄 所以这个虾黄是特别好吃 然后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虾尾 把这个虾线呢 就是大家可能 不会做的话 就是 这个不会 他这里其实分了三块 就抓 对 中间这块 这样拼一下 虾线就出来了 对对对 然后做这个的 我们还要开一下背 因为 这个虾的 这个季节就这样 从中间开一道 对 那从这个地方 它就更容易入味 好嘞 起油锅 香料先洗一下锅爆香 再来姜蒜小米椒炒香 香味一出 处理好的小龙虾 下锅翻炒 虾颗变坑之后 下入足量的啤酒下锅 来一点点豆瓣酱 蚝油 老抽 生抽 下锅炒匀 再来一些清水 没过小龙虾 大火烧煮 开始调味 盐 糖 鸡精 下锅充分 翻炒均匀 下入米酒增香 锅中汤汁收制拌干 这道好吃到 吸手指的油焖大虾 就可以开吃啦 油焖大虾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好菜啊 其实我 从我觉得从技术角度来说话 可能前面处理这个虾就是需要注意一点 对 就是大家在处理这个虾的时候尽量不要被它夹伤了 这个六七八的虾它很凶猛的 咱们这个处理龙虾的时候它一定会过勇 爆一下 对 像我做这个油焖大虾 我是直接用那个响鸟去爆的 它这个原汁原味就更咸一点 它这个其实让它的肉质也不容易散 对 因为它主要就是这个季节 而且我们在选虾的时候呢 不能选那种好润的虾 好润的虾它就肉质容易散 这种虾呢其实我们叫清风虾 对对对 虾还是有这个学习的知识在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厨 其实这道菜我觉得 就是平常如果在家里能动手做一些菜的人 这道菜不难 对 其实不难 就是我们一鸡虾放一勺盐两勺糖 然后放点生抽 而且老抽比较多 老抽一多的话它就会颜色很重 就放点醋放点泥酒就可以了 好 感谢我们的刘大厨 他今天叫大家的油焖大虾 排个度 好味了吧 今天六代主高的大家 有闷得下个农饭 所以有了农饭 你也许都能处理了 只敢动手做农饭 还是近期有吃飞 吃起来要放心 好 国家在农上了 哪个现在送一送你 大家好 我叫李云 希望你们送一道菜给我的横市吃 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好吃的实例菜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季节吃的 对不对 看一下 龙虾 年轻人的对 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一个人来看 嗯 真香 香吗 这个刚刚烧出来的 今天是你要送给你的这位 它是你的什么关系 是同时关系 我平常叫它叫刘姐 哦 就同事上 工作上的好伙伴 但是又是自己的姐姐 是不是 对对对 问一下你们爱吃龙虾吗 爱吃 爱吃 我觉得年轻人 尤其是女孩子 应该就特别喜欢这道菜 对不对 对 平时会在外面吃 还是在家自己家做的吃 在外面吃 来问一下这位姐姐 你会做龙虾吗 我会 我不擅长处理 都不擅长处理 但是我们擅长品尝 对不对 没关系 你们平时爱吃的龙虾 爱吃什么做法呢 比如说清蒸的呀 蒜蓉的呀 或者是油焖的呀 蒜蓉的 蒜蓉的 因为它很香 又不那么重口 对不对 这位姐姐呢 对对对 你爱吃什么口味 我爱吃麻辣的 那最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送给你 就是这种麻辣鲜香的 不适合你吃 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最后姐姐吃 正对你的口味 来 先送给你 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喜欢 来问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想到 送菜送给这位 好姐姐吃 因为我刚来这边工作 然后刘姐平常 日常工作中比较照顾我 照顾她 对对对 出去对我的关心 然后就是这样 小李说 她刚步入职场 一直都是这位姐姐在带着她 遇到什么难事 麻烦事 姐姐总是会帮自己解决 所以十分感激姐姐 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年轻人 和年轻人共同相处 很随便 对 主要是要让年轻人 他要进步 我们反正年纪大了 其实你也很年轻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说法 就很伟大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 当然不能指很多 就是有那么一部分人 他可能是这样想说 我把你教会了 你可能会取代我的位置 但是好像在你们这就完全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相处得特别好 那你们下班之后 会有一些什么一起的活动吗 会出去玩一起 那那个啦 出去逛逛街咯 也会 那今天有什么话 想要对你的刘姐说吗 嗯 去我留姐 工作中 继续帮你 继续照顾 然后她也要 那个工作的时候 很多事实顺心 那再深心的工作就可以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最好的人际关系 就是互相帮助 也彼此感恩 一份载是一份心 宋祝个学观念 得到的是一份问题 心脑健康公益时刻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 在中国 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 血液粘稠 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气短乏力 甚至心梗脑梗 中风偏瘫 预防血栓 你我携手 立即清血 净化血液多运动 心好脑好精神好 今天您清血了吗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头晕头痛血热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砖药清烘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烘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烘血 孟奇清血八味片 书金剑腰娃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呀 老牛可真牛 以前啊 工作业绩突出 牛 后来啊 跳舞 打球也突出 牛 可现在 老牛因为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哎 用输筋剑腰丸 传承四百年 陈礼记制药尖碎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是的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肠胃本一家 检查治疗不分家 南昌第十二医院 专注肠胃病 诊疗四十五年 公立专科 辞得我们信赖 专业 精准 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 主任亲诊 预约检查 当日取天 南昌第十二医院 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 预约热线 0791-8863-7777 地址 南昌市明德路473号 最残酷的适用选品 不行 差点 这个赞 最权威的实验调查 可以 没问题 最潮流的好物推荐 交替 还是交替 相信都市频道 旗下品质变商品牌 都市放心购 都市现场 全城监督 更优价格 更高品质 主播同款 无优售后 不只是买它 是放心买它 都市放心购 你家门口的 放心电商 五月上新 新版派 新惊喜 五月二十二日起 每周一晚五点半 世界 简单 亦或复杂 总有一束光 为我们而亮 音乐 平静 亦或澎湃 总有一道旋律 在耳边缓绕 生活 从不因困顿而停滞 今月 也不会因为谁的背景 而消失 快乐 或者悲伤 我们都会本能地 哼出一段小调 唱歌 不是我们的目的 而是表达 生活态度的方式 当选择来临 我们不妨想想 为什么要唱歌 为了我们 有更大的勇气 面对明天 全程抢麦 英里 不凡 好 阿民哥是跟关注 杜死电电咯 等一下 新下个节目 给我们给我们庆载 演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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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下作江沙 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 不信不信啊 不忘老百姓可一坏呀 老百姓之天 老百姓之天 老百姓之苦产党一断年 老百姓之帅 老百姓之海 老百姓之苦产党一断年 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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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到这个酱干呢 它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只要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一款都可以 但是呢 其实我们今天用到的这是五花肉嘛 五花肉比如说像做回锅肉 它一定是熟的 但我们这个还是改良做法 回锅肉呢一般四川那边呢 它是要用水煮的